大家好,这里是小胖一时机 今天我们做一道快手的红糖松饼 首先把一勺白糖,一勺红糖倒在热水里花开 红糖的作用试试颜色更好看 也可以都用白糖或者都用红糖 糖水放温,加入两克酵母,搅拌均匀 再加入面粉,磕进一个鸡蛋 搅拌成粘稠,无颗粒的顺滑的面糊 盖上盖,发酵至1.5-2倍大 用筷子把面糊搅一搅,把气泡排出 电饼铛加热,不放油 用勺子盛一勺面糊,倒在电饼铛里 随着加热,上层会有密集的气泡出现 等上层的气泡不再变多,有点凝固的时候 翻个面 把底部煎熟,就可以出锅了 做好的松饼非常的柔软蓬松,还有红糖的香甜 可以前一天晚上把面糊拌好,放冰箱冷藏发酵 早上起床可以直接烙,5分钟就可以搞定早餐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明天见